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特别加开一集 来讨论一下 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他前往宏都拉斯 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 然后他在就职典礼上 与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见面了 然后媒体说 这个是外交的突破 世纪同框 的确也是在国内造成的一些 大家就一直在讨论 造成形成的一些议题 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媒体 我印象里面是联合报 联合报里面讲 这是一个外交的新突破 是 新突破 其实不需要这样子讲 平常心视之 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因为其实像中央社他就讲说 两人只是寒暄 简单的寒暄之意 互动很自然 你感觉就是比较平常 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正常 并不是什么需要 大叔特殊的那种事情 是是是是 这个中央社是代表国家 国家通讯社 我觉得他这个 这个讲法很好 确实是一个寒暄 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认为台湾越来越有自信 特别是在国际上面 越来越有自信 赖清德这次出访 从他出发的讲话 到了美国 然后到了这个宏都拉斯 这一路下来 非常得体 非常得体 其实让我刮目相看了 因为我三十几年的记者生 以外都是在国外 我也采访了不少台湾的政治人物 到海外去的这种情况 对 真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那种 因为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 出去海外都是希望 外销转内销 对 是是 就是就等于有点像是国台办 或者是这个 中国的外交部 一天到晚在讲什么 狭阳之众 确实是有了一个味道 从前 我讲从前的这个 台湾的外交人物 就是政治人物 出国很多时候 是想要造成这种印象 没有错 啊 这样你 你皮尤讲回来了 最近不是又传出来消息吗 这个朱立伦 跟这个 柯文哲 先后都三月份要去访美 对对对 台湾的媒体就讲说是要去面试 面试 我真的是看了这个很不舒服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为什么要到美国去面试 跟谁面试 有谁来跟你面试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去的目的 就是说我到美国去转一圈 表示我有国际观 对 就是这个目的而已 而且大家会比你见了谁 我见了谁 好像我见的人比较高级 我就比较有能力那种感觉 他也见不了什么高级的人嘛 对不对 难道是拜登跟你面试吗 不可能啦 很多议员吧 台湾的媒体有的时候就很没出息 所以我们这些 这几个可能都是想选总统的人嘛 一定要到美国去面试一下 好像不去不行耶 才有希望的样子 真的是很糟糕 嗯 红秀柱当年就没有去嘛 当年就没去 对 这个后来韩国瑜也没有去 韩国瑜也没去 韩国瑜是有点心虚了 还是不敢去啦 他的状况不一样 他不敢去 那我们再说回头 是 赖清德这次表现的可圈可点 嗯 在跟这个贺锦丽碰过面之后 他后来有个餐序嘛 跟记者有一个茶序啦 记者当然也问他 嗯 他讲的也很得体 他说呢 美国的说法不方便转述 因为彼此之间有默契 嗯 台湾跟美国在外交工作上 也有一些默契 啊 他就说 他是代表了台湾感谢美国 坚如磐石的帮助 嗯 其他就是彼此问候一些事情 很自然一般的聊天 讲得很好 嗯 讲得很好 没有在那边孤弄玄虚 好像我跟他谈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该谈的都谈了 有的人就会这样留下一句话 有没有 不是有的人 几乎以前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就讲这种 我们该谈的都谈了 对不对 我采访连战 连战到冰岛去 他都说是副总统 嗯 我跟你讲 他这个行程根本就是游山玩水 你有见什么重要人物吗 有 他有见到 见到那个 总理 确实有见到 嗯 嗯 然后来其他的地方 他是冰岛是有见到总理了 然后他又转到奥地利去嘛 嗯 其他的地方就是在那边故隆玄虚 哦 哦 然后说该见到的人都见到 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对 长久以来 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子 嗯 都是这样子 嗯 做什么学术外交啊 什么这个外交这个外交 其实根本没有见到什么人 但是就是 做成一样子 好像他真的是 呃 见到了多了不起的人 嗯 然后让台湾有个印象说 这个人 哇 这个到国外去是到处都受欢迎的 嗯 那 耐心的没有这样子 嗯 啊 蔡英文也没有 对 也没有 嗯 那 就是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啊 特别是 过去 呃 去年 嗯 美国有好几批 对 这个宾客到台湾来 对 有部长有议员 对 我也特别注意到 嗯 政府都没有大张旗鼓 对 在那边好像说是哇 美国的客人来得怎么样 多了不起 对对对 没有 嗯 那这次赖清德的表现 也上 也让我有这个感觉 嗯 啊 让我觉得 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 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有自信 那我讲的是民进党啊 哈哈 国民党 我真的还不敢讲啊 朱立伦也是要到美国去啊 美国不会 他要去美国 他要去日本 对啊 对啊 他要去那边转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选总统嘛 是 这一次喔 其实宏都拉斯的总统 这个就职典礼 美国派出的是副总统贺锦丽 我觉得这个人事安排也蛮 我觉得有点玄机啦 因为像我们是 我们也是派副总统 可是因为我们的 宏都拉斯是我们邦交国 我们邦交国那么少 他算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派副总统 还算是蛮合理的 可是对于美国来讲 宏都拉斯其实不是那么 我这样讲可能对宏都拉斯 不好意思 但事实就是 不是那么重要的国家 其实他们只要派一个 比如说大使或是议员或什么去 可是他们这一次派贺锦丽 外界也是觉得说是 算是高规格的 一个派的大使的 派的使团的一个访问 然后呢 这次又跟我们赖清德 有这样子见面的机会 所以大家才会 这次有媒体才会讲 是什么一个突破 或者是觉得说 这个安排其实也蛮妙的 这个当然是刻意的安排 宏都拉斯 现在对美国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宏都拉斯 这次当任的总统 在大选的时候 他就说我选上要跟台湾断交 对 那时候美国也派了 美国在那个时候 就派了他的管西太平洋 对 助理国务卿尼可思 对 在选前还派了他组一个团 去洪都拉斯 就是要搞定这个事情 然后洪都拉斯就宣布 不会跟台湾断交 这就是美国去做的事情 美国帮台湾在巩固 巩固这个洪都拉斯的邦交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不要让中国把洪都拉斯挖走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对不对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 这次听了美国的话 那美国派了贺锦丽去感谢一下 对 合理的 那贺锦丽这一次跟这个 奈兴德 这个所谓的无期而遇好了 这个才是可以安排 当然是可以安排 这当然是可以安排 贺锦丽是最后一个进场的 大家都进去之后 对 贺锦丽是最后一个进场 然后他就直接走到赖 这个赖锦丽的右手边 赖锦丽的右手边 站在他旁边 赖锦丽就跟他问候 他们都讲了 贺锦丽也讲是赖锦丽主动跟他问候 当然应该问候 是不是 赖锦丽也跟左边的人问候 对啊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代表来当然问候 对啊 就很正常 稍微寒暄了一下 很正常 嗯 但是呢 他为什么一进去走到他的旁边 嗯 这个 就其实没有那么自然 对 这一定是安排好的 没有那么自然 他是故意走到他旁边的 是 他的位置 他真正的位置 是在赖锦丽的 左手的第三个 嗯 他们寒暄完之后 赖锦丽就回到他该去的位置 是 坐在那边 是 参加这个旧职典礼 这个当然是安排好的 嗯 当然是安排好的 安排给谁看 给中国看 中国对 是不是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安排 我个人认为啦 美国真的还蛮给台湾面子 因为他是安排赖锦丽走到他 赖锦丽的右边 然后由赖锦丽主动来讲话或什么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们以往要在国际的舞台上 比如说跟美国的谁见面 我们都是趁那种宴会 大家怎么讲 手忙脚乱的时候 我们偷偷走过去跟他讲两句话 比如说像上次那个谁 马英九去不齐而遇那个希拉蕊的时候 希拉蕊那是国务卿 就是有点 我走过去跟他讲两句 你好我是 那个美国 我是台湾总统马英九什么的 那时候就被人家讲说 有点好像我们去蹭人家 是是是 我刚才讲的 先前我过去 我得到的影响其实都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然后还赶快叫 叫那个随行的弃者 不是随行弃者 他有自己的 总统府的这个拍照的人员 赶快拍拍拍拍拍两张这样子 其实有一张照片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2005年 陈水扁 总统到教廷去参加教宗的葬礼 然后 克林顿进来 他等于是上去的 拉了克林顿去握手的 真的 有 这张照片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今天 因为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想起这张照片 我就到网上去找 然后我还找到一篇石板明夫 讲这张照片 他怎么说 他是说他准备写一本有关陈水扁的东西 他认为陈水扁也对台湾民主做了很多贡献 这个也都是事实 这个事实 也都是事实 他也提到这张照片 他说他看到这张照片很感动 他认为说是陈水扁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帮台湾做外交 我不是这个看法 我不是这个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陈水扁要去蹭 对 要抓一个 克林顿的时候已经下台了 他也是前总统 不管怎么样他当过美国的总统 是 陈水扁这个动作就是要去蹭 对啊 所以我这一次看到赖清德跟贺锦丽两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 我才会这么有感觉就是 美国真的有给面子 而且感觉我们台湾的地位真的有提升 我的感觉跟你不太一样 你的感觉是 我的感觉就是 赖清德不卑不亢 这个才是让我深入所感的 你看他的态度 对 就是这样子很正常的讲话 对 没有那种阿谕奉承的样子 对 我刚刚讲陈水扁那个照片 真的是看得难过 陈水扁不止这一次 还有一次好像也是雷根的 我忘记是谁了 夫人 我忘记是谁了 也是在台上面就过去蹭 对 对 你知道吗 那赖清德这次表现非常好 不仅在当场表现得不卑不亢 然后在事后记者问他 我刚才练的那一段 也是 就是讲我们就是个很自然的 很普通的见面 嗯嗯嗯 这个 就是 他有底气 有自信 尤其是我觉得蔡英文上台这几年 比如说我们跟美国有这么亲密的接触 就是往来 亲密频繁的往来 日本也对我们这么好 欧洲国家立陶宛 斯洛伐克都对我们这么好 我真的觉得 现在会让我觉得 哇我对台湾很骄傲 或者说我说出中华民国 我说出台湾这个国家的名字 我会觉得很骄傲 以前 会觉得说好像我们 好像要像你讲的马英九 或是陈水炳要去蹭人家 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像我们在 国际场合真的必须 就是say喊了 必须去蹭人家 但是现在 我真的觉得 我们真的不一样了 我们也有这个 底气可以说话了 我们也可以在 大场面上是很自然的互动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你看他们 虽然只是讲了几句话 贺锦丽后来 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他也讲了 他也讲我们确实谈了事情 他本来是 他跟那个 他跟 宏都拉斯总统见面的时候 见面之后 美国的记者问他 问他 你跟宏都拉斯总统 有没有谈到 中国的问题 他说没有谈到 但是他主动提到 他跟赖清德有交谈 嗯 然后就讲了说 谈了什么问题 就是有关 那个区域的问题 还有有关于就是说 呃 台湾对于美国 中国处理移民方面的问题 对 对 对对对 没有就是 就是说 他跟你谈 不仅仅是谈一些很 很直接的问题 他是跟你谈一个大 广泛的 对大范围的问题 是 他就把你当作一个 同等地位的人在谈 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那种感觉 对 不过这一次 但是中国的反应 让我觉得有点 蹊跷 因为以往 你看我们跟美国 有一个 有点什么接触 他就开始在骂了 什么以美谋毒 什么玩火自焚 可是这一次只有 就是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 问到贺锦丽 跟赖清德的互动 他只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神 哪来什么副总统 他竟然没有讲说 什么以美谋毒 什么玩火自焚这种狠话 让我觉得 怎么会这么的温和呢 他没什么温和 他不是把台湾骂一顿吗 你这个是我们的一生 你哪来的什么副总统 他不是就是 一样吗 他对 他骂的是骂 但我感觉好像 火力没有以前强大 你觉得还是很强大 不是很强大 我赵立坚的话 其实真的是有什么好听的 对不对 哪来的什么副总统 那个副总统就站在那边 就站在那 所有世界的媒体都报道 他是台湾的副总统 对不对 就你赵立坚不知道 是不是 很可怜 对不对 他作为中国的外交部 他也只能这样讲 他也只能这样讲 对不对 你要他怎么讲 是 对 唉 好啦 总之我们这一次的 那个副总统赖清德 能够走出去 然后跟 美国副总统赫锦丽 有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互动 我真的觉得 是很棒的发展 也希望我们未来 我们的台湾能有更多 这样子在国际上面 跟各国人士这样子的互动 好啦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了 我们会在这边放这个 推荐的影片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 好 就这样子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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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